男人打开冰箱 竟从里面爆出一截女人的大腿 随后将她放到案板上 俨然一副准备食材的样子 桌旁还摆着腿主人的照片 男人对食材很细致 先将肉切成小块 接着用锤子不断敲打 让肉质变得更加松软可口 然后他将分割好的肉块一一装进真空袋里 准备卖出去 他不仅有固定的买家 还有相对稳定的肉园 男人将肉块扔进盒子 里面还装着肉主人的贴身衣物 另外附送一张售后小卡片 可以说是非常周到的服务了 最后用胶带将盒子封好 只等快递小哥上门取件 当肉块送到各位富豪家里时 他们会请高级厨师精心烹饪 人肉也就变成了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男人名叫巴基 是一位整形医生 经常以整容的名义 和各种年轻女生约会 把他们骗到家里后用点手段 再囚禁起来 等需要的时候就收割 最近巴基正在寻找新的目标 正巧这天漂亮的戴希走进了她的视野 戴希前几天刚失恋 正处于沮丧悲观的情绪中 当她看到巴基的第一眼 就被这个帅气的男子所吸引 两人很快就聊到了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巴基故意 戴希感觉自己和她很投缘 他们相谈甚欢 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戴希高兴地告诉闺蜜自己的新恋情 还给她发去一张照片 闺蜜很为她开心 但同时也提醒她注意安全 周末巴基提出要带她去乡下的别墅玩 戴希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恋爱中的人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是一场致命之旅 到达乡间别墅后 巴基给她开了一瓶82年的拉肥 戴希想都没想就喝了下去 结果几分钟后就感到天旋地转 她尝试着站起来 当然没有成功 而是直接栽倒在地上 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手被烤着 另一头连着长长的锁链 戴希询问眼前的男人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气定神闲地表示 要卖了她的肉 戴希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 继而精神崩溃 她尝试扯掉锁链 同时向巴基求饶 男人当然不会理她 因为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做 地下室里还关着其他女生 巴基这个变态食人魔 已经打造出了一条人肉贩卖产业链 戴希意识到 要想活着出去只能靠自己了 她假意顺从家撒娇 获得了一次出去洗澡的机会 穿过走廊时 戴希暗暗四处观察 确定好逃跑路线后 突然转身给巴基一个回旋梯 可惜力气太小 分分钟被巴基拿捏 巴基抓着她的头往墙上砸 几下后戴希就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 戴希的内心是崩溃的 但也阻挡不了巴基割掉她的臀部 没了屁股 戴希只能趴在地上 像虫子一样蠕动着前进 与此同时闺蜜察觉到了 戴希几天没消息的异常 转头去网上搜了巴基的名字 结果根本没有啥整形医生的信息 闺蜜赶紧联系戴希 收到了一条爱心表情的回复 闺蜜立马感到不对劲 因为以戴希的习惯 她从来不会给自己 发这么矫情的表情 看来一定是有什么 不好的事发生了 闺蜜在酒吧 套出了男人的信用卡信息 然后一路顺藤摸瓜 搜到了她的资料 发现她不仅结了婚 还有两个孩子 问题可以说是很大了 担心戴希安全的闺蜜 直奔巴基家 开门的是巴基的妻子 弄清闺蜜的来意后 妻子否认丈夫不忠 正当两人掰扯时 巴基回来了 表示自己完全不认识什么戴希 闺蜜只好放弃追问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灵机一动拨通了戴希的电话 巴基身上的手机响起 闺蜜终于确认了巴基的嫌疑 可惜下一秒她就被打晕在地 这个男人顿顿吃肉 但从不买肉 冰箱里塞满了新鲜的人肉 每次吃饭 男人就会从里面取出一款 有时放进绞肉机绞碎了做 有时直接煎肉排 再配上美味的红酒四亿品味 男人表面上是整形医生 实际上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肉贩子 专门给富豪提供新鲜肉园 巴基还带着妻子一同有了这个嗜好 恋爱脑的妻子甚至不惜割掉自己的腿 给丈夫品尝 但还是阻挡不了丈夫一亲别恋 她更喜欢年轻漂亮的戴希 而戴希也知道巴基对她不一样 所以戴希看到了逃走的希望 她不仅不反抗巴基 还特意讨好接近 巴基也以为戴希是志同道合的人 这天两人正在享受烛光晚餐 巴基亲自下厨为戴希做了一份人肉叉烧 戴希想忍着不是将肉吃了 表面上还要保持微笑 一边吃一边夸赞巴基的厨艺 约会结束 独自一人的戴希抱着垃圾桶狂吐 为了逃命她只能忍着这一切 好在看巴基对自己的态度 她的计划又更进了一步 第二天巴基送她一件礼裙 再次邀请她共进晚餐 戴希万万没想到 这次是用她的豚肉做成的 但她也只能强颜欢笑 看着巴基不停夸赞肉的质感 突然戴希忍不住眼面哭泣 表示自己被感动坏了 巴基连忙上前安慰 还得意地向她展示自己的战利品 墙上摆满了那些受害者的物品 戴希一眼就看到了闺蜜的手机 心中不免一惊 看来闺蜜凶多吉少 戴希决定加快反击的步伐 她先是和巴基一起跳了一支舞 然后趁气不注意 扑上去狠狠咬了男人一口 接着戴希拿走钥匙 去地下室救出闺蜜 还有隔壁女生 三人搀扶着一起往门外跑 然而此时巴基追了过来 丧失理智的她怒气冲天地表示 要把他们全部做成人肉叉烧 混乱中戴希一枪爆了巴基的头 三人以为危机就此解除 没想到巴基的妻子找过来 要给丈夫报仇 她死死掐住戴希的脖子 是要送她归西 好在闺蜜从背后袭击 挤狼头干死了女人 三人终于逃出升天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新鲜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